看看新闻网 张平首先通过一组数字 说明我国目前极大重点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最近一段时期 他已经不止一次表示 要防止为应对经济下行 各地继续加大投资重复建设 而两会开幕这几天 我们也确实听到不少地方对投资的热情 在全国人大江西代表团分组审议的第一天 意外迎来了央行行长周小川 周行长刚一落座 当地代表就迫不及待地提出 希望央行能加大对当地投资的金融支持 江西今年计划投资1.47万亿 建设1328个项目 而这还不是最多的 今年20多个省市区确定他们的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增速在20%以上 山西重庆贵州四川等十几个省市的经济刺激计划涉及金额近20万亿元 但钱花在哪里 怎么花是关键 在经济转型尚未取得明显变化的现状下 张平所提出的合理投资方向选择空间有限 而各地又恰逢换届 追求经济增速的内在动力很强 同时数字也显示 在每一个五年计划的中期都是投资的高峰 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 新一届中央政府如何采取措施防范可能的投资过热 斩断因为投资扩张所带来债务扩张的潜在危险 有待观察